阿弥陀佛各位大德 我们继续来学习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最终回 拜普贤菩萨 上一回提到 善才拜见了普贤菩萨 菩萨以其神通 让善才看见了 菩萨如何化度众生 舍己救人 同时也看到自己 在过去生中 如何放纵情欲 造诸恶业 轮转六道 此时 一菩萨带着众弟子 自西方 驾着祥云而来 此菩萨 瑞相庄严 头戴佛观 身披阴落 手指静平扬之 脚踏莲花而来 而在东方 同样祥光灿烂 一菩萨率领众筒子 其轻师 驾祥云而来 善才一剑 是指导自己参拜善知识者 第一次拜见的文殊施力菩萨 心中雀跃欢喜 随即跪地鼎礼 文殊施力急忙扶起善才说道 善安子 现在你不需要拜我 要拜观音菩萨 他才是你现在的医治师 他是以大悲为怀 闻生就苦 你发的愿 也是进化友情 造福人间 你就是他的好助手了 观世音菩萨说道 我也不推诿 甘当此任 不过 他既然是文殊菩萨化度的 理应随文殊菩萨呀 普贤菩萨说道 都是登地菩萨 还有什么像可执着呢 不过是为了广大佛子 在度众圣的途径中 还得有个依靠的准神 才行 观世音菩萨 就对普贤菩萨说道 您是大汉的典范 这个准神 由你来你为妙 普贤菩萨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的弟子 都是这样执行的 一者 立尽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共养 四者 忏悔业障 五者 随习功德 六者 请转法轮 七者 请佛注释 八者 常随 佛学 九者 横顺 众生 十者 普接 回向 善才好奇地问 这个实法 怎么解释呢 普贤菩萨解释说 礼尽诸佛者 就是十方世界 横和沙佛 都要礼尽 称赞如来者 如来功德 最胜 最堪称赞 广修 广修供养者 一切 上庙 好香 好花 都要供养 一切 佛菩萨 罗汉 以至于 一切众生 都要 供养 诸供养当中 以法 供养 为 最圣 忏悔业障者 自念 过去由身口秘三叶 所起的业障 都于大众前 忏悔 随喜功德者 凡财物 以至头目 随脑 皆随喜于 佛菩萨 及一切众生 清转法轮者 凡十方世界 所有妙法 皆转与一切众生 共同修正 请佛 注释者 为了世间一切众生 得度 而劝请佛 注释 度化 常随 佛学者 为度众生苦 而随 佛学 恒顺 恒顺众生者 法眼 顿开 同时 也回忆起 自己几年下来的参拜 文殊 文殊师利菩萨说道 善才 善根深厚 道恨 高超 既然在 众善知识 引导下 医了物 珍藏 入如来家 现在 该是 发挥 他的智慧 弘扬 正法 普度 众生 满足 他 造福 人间的 大愿了 我已成就 他 五十三个 善知识者的 参拜 那 谁来成就 他的 弘法 大愿呢 普贤菩萨说 我已成就 他十大 怨恨 这是 我能办到的 至于 救度 苦恼 众生的 行 就靠 观世音菩萨 成就了 观世音菩萨 想 善才童子 已拜 五十三位 善知识者 成正果 便接着说道 我的大愿 是以 大悲为怀 将 娑婆世界的 有缘众生 度到 极乐 彼岸 正需要 一个 好帮手 就让他 随我去吧 说完 观世音菩萨 便 驾着 祥云 善才 随后 善才童子 为造福人间 不远万里 跋山涉水 参拜了 五十三位 大善知识者 了悟 珍常 已成正果 随从 观世音菩萨 去做 利乐友情 造福人间的 大事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至此 全部 介绍完毕 期盼众人 以善才 为榜样 学习 世出世间法 法菩提心 行菩萨道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较 较 较